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觉悟寺 佛教徒器官捐献登记最多的地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观众晚上好 您正在收看的是越南国家电视台国际频道的近日越南节目 先们来看详细内容 至此2024年假成新春之际 为了向祖先敬香 弘扬饮水思源的传统美德 国家主席文赏今天上午在河内市 东应县古罗国家级特别一级区 敬香纪念安阳王 建国初期 雄王时代的继承人蜀叛 安阳王创建了欧洛国 安阳王决定将国家的中心位置 从北部山区转离到更广阔 更便利的平原 建立首都 那就是如今的河内市 东应县古罗乡这片土地 国家主席吴文赏其代表团 敬香 献花 缅怀安阳王为建国卫国 做出的巨大贡献 至此之际 国家主席吴文赏 在玉井地区种植了纪念树 随后 吴主席也摊访了东应镇 第二 第三 第四居民区的居民 至此越南一世节69周年 即将到来之际 今天上午 国会主席王廷慧已来到卫生部 向卫生部门全体干部 义务工作者和工作人员 致以节日祝福 王廷慧主席重申了公正 优质有效的卫生系统 走向全民保健和全民医疗保险 覆盖的目标 强调党和国家 给始终特别关注人民保健工作 王廷慧主席表示 投入医疗卫生就是投入发展 建立进一步集中医务工作者 培养和建设工作 不断提高他们义得 服务病人的态度 逐步使医疗卫生领域的人力资源培训工作 融入国际 卫生部门也应集中推进国家药业发展战略 推进研究技术转让 科技应用和创新等等 2023年经济增长取得成绩后 多地呈现了激动人心的生产竞赛氛围 100万公顷优质低碳水道项目展开后 农业不仅是售获农产品 还有碳新用额的优势 从此 富寿、棕榈山、平福、妖果园 宾支、叶子林、金欧、白玉林等 都可以利用这一机会 越南农业就以许多乐观的出口订单 继续充满信心地进入了龙年 该公司表示 今年来自传统市场的客户 与上年相比仍将维持稳定 甚至增加订单 截至目前 企业接受的出口订单已排满前六个月 最大的亮点是 近期公司获得了印尼大米出口包 出口量为六万吨以上 希望一百万公顷低排放稻米战略 将有助于确保农民 能够根据市场对品质的需求进行种植 据大米协会计算 今年越南完全可以出口 超过八百万吨大米 同时能确保粮食安全 仅次于大米是榴莲制品 预计今年冷冻榴莲出口额 将增长百分之三十 芒果、香蕉、火龙果 芯椰子等其他特产水果 在年初迎来了好消息 即收到大量订单 销往中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市场 我们始终与农民一起监控 并满足市场需求 以生产出最安全的产品 并打造可持续的品牌 越南代理机构进行洽谈 让企业能签约许多合同 出口带来最大效益 和最高营业额的产品 这些 tiềm能 带来 果书协会还表示 越南目前已签署16个自由贸易协定 其中15个正在实施 因此 书果出口在关税方面 获得更多优势 有助于提高越南企业的竞争力 今年 工商部还表示 将继续推动谈判 签署新协议 并加强连接 与其他潜在合作伙伴签约 以实现市场多元化 2月19日 海洋省向7家外商直接投资企业 颁发投资许可证 投资总额1530万美元 这些外商直接投资项目 主要集中于先进生产技术 和现代管理技能 有助于培养高素质人力资源 从2024年初至今 海洋省各工业园区 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3070万美元 今天上午在2024年 信贷促进会议上 国家银行公布了多个信贷计划的到位进度 其中到位进度快的包括 价值120万亿月顿的社会住房信贷计划 以及为工人提供价值20万亿月顿的信贷计划 此外 林业和渔业的15万亿月顿信贷计划到位进度较高 向6000多名客户贷款到位率达100% 迁于这一结果 国家银行决定近年将这一信贷计划的款额增加一倍 达到30万亿月顿 为了加快信贷到位进度 国家银行从年初开始 要求信贷机构和外资银行分行 向国家银行报告后 公开公布贷款利率 供民众和企业对比和选择 本台曾报道的消息 昨天越南胡志明市证券交易所举行了2024年 假成新春开市敲锣仪式 收盘时Venindex指数上涨了15点 收报近1225点 三个交易所的流动性均大幅增长 总价值超过了27万亿月顿 相当于11亿美元 活跃的市场给全年带来增长期望 而且更重要的是 越南股市的升级 使其真正成为 推动经济强劲增长的资本渠道 目前我的投资组合90%以上都是股票 所以我趁着价格上涨的机会获利了结 至于我 我仍然保留股票 因为我相信银行业第一季度末 仍有机会上涨 不少行业群体都有涨价预期 因为去年第四季度超过1100家企业税后利润总额同比增长了35%以上 与此同时 外国现金流量的增加有望带动股票市场升级 据预测 富时可能会在2025年9月将越南升级为二级新兴市场 据此 在今年9月公布审查名单 被列入名单 外国投资者进入越南股市的准入条件得到改善 其中100%的交易前保证金要求会引发汇率风险 新的交易系统KRX有望解决这一瓶颈 在发达市场和先进市场下单的时候 我们只需要存入一定的现金 到过两天后 我们就要全额付款 这就是区别 而KRX系统完全可以解决此问题 提高信息透明度 增加外国投资者在无条件商业领域获得资本的机会 也是市场升级的非常重要的标准 对于无限产业来说 持股比例当然可以达到100% 而且当时的股东大会不能再增加任何限制 这正是投资者想要的 这也许是一个小小的规定 但却是市场升级一个很大的限制 越南股市升级的结果 必须在6月30日前向总理报告 而为了快速处理问题 需要多方的协调 我们需要各部委 市场成员 境外投资者上市公司共同努力 密切配合 从而根据参与股市的经验进行评价 越南市场升级后将立即吸引约25亿美元 预计资本流动将进一步增加 因为与世界和地区国家相比 越南因其长期高增长潜力 而被投资者视为投资亮点 据评估长沙渔场拥有丰富的水产储量 带来许多经济价值 多年来越南渔民多艘远洋捕捞渔船在该海域作业 这既有助于经济发展 又为维护国家海洋岛屿主权作出了贡献 这就是为什么长沙修建了许多大型船闸 成为提供必需品 并在必要的时后帮助渔民躲避风暴的地方 这些已成为可靠且熟悉的地质 是近海渔民的坚实基地 吴文靖师傅的渔船在长沙群岛海域作业多年 今天他的渔船停靠在西郊岛 为农历新年期间的捕捞之旅购买冰块 西郊岛渔业物流中心的船闸面积超过13公顷 以与大陆相同的价格为渔民船只提供生活必需品 现在很多岛屿都修建了这样的船闸 在由海上出现大风暴雨时 船舶可以进入避风 船员生病了 也就直接跑过去吧 以前呢 我们必须在很远的地方抛锚 然后又带动小船跑回陆地将东西运过来 农业与农村发展部给公司下达了2024年的目标 所有目标都比2023年要高 2023年 我们为渔民提供的冰量超过11万5千颗 淡水量超过2400立方 此前每次出海捕鱼的时间不足一个月 渔民就必须前往内地获取补给 现在得益于长沙的各个船渣的支持 渔民可以延长海上航行时间 船只停靠长沙时也有些时候缺乏食物 士兵们就帮忙提供蔬菜 水果 淡水和方便面等等 这些东西我们难以直接从大送过来 长沙岛县目前拥有近10个军医诊所 和一个配备现代医疗机械设备的医疗中心 一年来 岛县紧急救治了100余例外省岛民和渔民 前来救诊 救治的病例 为6000多名患者提供免费药品 我们只是希望渔民出海捕鱼的时候 如果遇到困难的话就来找我们 我们将用尽一切办法 集中精力去营救他们 中央政治局在2022年 关于至2030年沁河省建设与发展 远景至2045年的第09号决议中 特别关注将长沙岛县建设成为 全国海上经济文化中心的规划 长沙船闸的建成成为帮助渔民 在祖国主权海域安心捕鱼的支点 接下来 觉悟寺 佛教徒器官捐献 登记最多的地方 今年1月份 赴越南国际游客人数 创历史新高 欢迎继续收看近日云南节目 各位观众 尽管争执旱季中西 京都省许多地方仍发生了江岸滑坡现象 据当地政府的初步统计 目前已发生江岸滑坡约100多处 这种情况给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带来巨大的影响 滑坡地点的总长度超过了4000米 估计损失超过了21月顿 据当地政府称 降岸滑坡和地面沉降现象来源于2023年的异常天气 年底最后几个月 强降雨仍在持续 部分地区出现局部洪涛灾害 面对此情况 陈文泰县加带了滑坡治理工作力度 在滑坡路线上提出警惕 加强监督检查工作 为了确定颇损石油管道 海底电缆的准确路径 或者尽快找到海底残留物体 海图就是必不可少的 过去 越南的海图经常由其他国家探测 建造和持有 但现在 随着技术的突出进步 越南科学家已经能够研究和制作海图 为海洋经济发展 救援和国防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今年头几个月 海洋测绘研究大队和海军总参谋部的海洋科考船 开始了长途航行 前往祖国偏远海域进行勘查和收集信息 分析样本并绘制海图 888号船承载的26名专业官兵 于今日开始为期八个月的长沙群岛海底勘测之旅 在地形天气复杂的长沙群岛 船上官兵依然决心出色地完成任务 水样地震测量磁场等相关调查结果将在分析系统中获得准确更新 对完成海图起到重要作用 这也是海上救援力量和渔民准确掌握海上特征 地形 位置安全操作船舶的重要工具 海底地质复杂包括涡流区 潜海区 爆炸区 可见海图的重要性 我们接下来会集中提高人才素质 加强国际融入 逐步肯定越南的地位 满足国际海盗测量组织的要求 政府总理批准的2030年海洋战略确定目标 其中包括尽量减少自然灾害的影响 海洋测绘是应对气候变化和海平面上升的主动 有效的应对措施 死亡不是结束 器官捐献可以拯救生命 将遗体和器官捐献给医学 这是由胡志明市觉悟寺住持 是日词上作专写的一本书 将向来寺庙敬拜的佛徒分享 这本书是适日词上作 对器官捐献的分析和分享 以更好的伴助佛教教徒正确了解这一问题 九年来经过不细的宣传和努力 目前申请器官捐献和遗体捐献的佛教教徒 已有七千多名为医学事业尊重了贡献 觉悟寺的数百名佛教徒正在听讲 并提问有关组织和器官捐献医学等问题 是日词上作鼓励 分享广泛传达组织器官捐献登记 对于挽救人道生命和服务医学的价值 许多佛教徒已经了解并改变了观念 自愿捐献器官 李姐在经历了一次家庭变故后 她决定登记捐献器官 希望送出爱心 延续生命 我希望自己的付出可以让更多人重申 因为当我死后 按照正常的习俗就会被埋葬 我们要具体详细给捐献者提供咨询 因为器官捐献者必须有维护健康的意识 拥有健康和良好的器官组织才能挽救生命 对于老年人 可以将自己的遗体捐献给医学研究和治疗 以前不懂 以为人老了捐献不了 现在明白了 如果老的器官不能捐献 那我可以捐献身体 觉悟寺已有七千多名佛教徒和信徒申请捐献器官 组织和遗体 这说明人们对死亡必须完整 这一观念的认识已经逐渐发生了变化 下面来看旅游新闻 全球领先的旅游网站 冒图英TripAdvisor 目前公布了2024年25个理想蜜月目的地名单 其中越南会案是超越了旅游天堂马尔代夫排名第二 在25个理想蜜月目的地名单中 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位居榜首 越南广南省会案室排名第二位 即次为马尔代夫、多米尼加、毛里求斯等等 从2月9日至13日即纳月30至正月初四 会案室借贷游客量达26,000多人次 其中国际游客量达21,000多人次 同比增长36% 春节假期被认为延续越南国际游客的旺季 此前近年1月 越南接待国际游客创历史新高为150万人次 这也是越南旅游业重新开放以来的最高水平 这一数字也相当于2019年1月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前的水平 甲晨春节期间 首都河内共接待国际游客10.3万人次 同比增长一倍 欧洲游客为主要客源市场 街道上的气氛十分热闹 天气也宜人 我在这里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 许多主要旅游中心 接待国际游客数量同步增长 有些地方同比增长1.5倍 如县港 宁平 广南 广宁 胡志明市 仅富国岛增长2.5倍 从年初至今 数十艘承载着约6500名游客的船只 停靠越南海港 体验穿越越南的旅程 感觉这里的城市很美丽 预计 今年中国 日本等一些传统市场将逐渐复苏 去年中旬 日本政府呼吁日本人民 前往包括越南在内的24个国家旅游 以促进航空和旅游业的发展 经过不懈努力 我们认为 赴越旅游的日本游客 将恢复到2019年的水平 缩短签证结果返回时间 特别是将国际游客停留期限 延长至45天 对国际游客产生了积极影响 据韩国旅游发展局称 越南一直是国际游客 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 随着越南增加飞往世界 许多城市的直航航班 并实施刺激的机票价格政策 今年越南接待国际游客 将达到1800万人次 随着更多航线的开通 我认为 今年越南完全可以实现既定目标 发挥国家现有的优势和潜力 打造有特色 最具吸引力 以及对地区其他国家 有影响的旅游产品 基于积极的增长率 越南旅游业有望在2024年实现强劲突破 在越南文化中 龙是王权和神力的象征 与越南龙语仙的传说有关 因此龙的图案 成为许多设计师和生产单位 实用性很强的纪念品 和壮实产品的灵感来源 这些产品不仅表达了 对新年幸运和繁荣的志愿 而且还帮助传播 越南文化特征 文化价值观必须得到应用 并汇集很多人 对于鱼画龙细水的第一个版本 我画了20遍 先是手绘 然后是电脑绘画 鱼变龙细水 酒盒 龙含胡寿茶盘 龙饮云处日历挂架 将柔和的手绘艺术 与现代印刷和切割技术 相结合的纪念品 采用与越南文化密切相关 且适用性强的木竹材料 值得注意的是 该产品套装的灵感 始终来自软潮龙的形象 软潮龙的特点是 他们的化身寓意非常高 软潮艺人用桃花 杏花雕刻的器物也能画龙 连佛熟果也能画龙 这一点让我很惊讶 李朝龙佛教哲学性很高 所以要将李朝龙符 转化为器物是比较困难的 陈潮的龙非常威严 而阮潮的龙则柔和 而富有艺术感 这是一种多用途 多功能的产品 不仅在春节期间出售 而且可以每天使用 我们正在通过亚马逊 等销售频道向国际客户 推广这些龙图案产品 可爱又充满艺术性 这些毛绒龙吉祥物 是一家残疾人手工艺品 制作工厂的产品 还有一个墓中 上面有一个软潮皇家袍子上秀的龙符号 设计团队已研究并挑选出 李朝 陈朝 阮朝龙图案 最精髓的特征 创造出一个纯粹的越南龙形象 而这个龙因素 仍具有当代的特征 将越南文化四大神灵之一的龙图案 融入到实用性很强的产品中 不仅传达了艺人们对新年的愿望 还传达了延续和弘扬传统价值观的信息 这些产品非常独立 人们努力将历史文化价值 带入日常生活 而不仅仅是将它们存放在博物馆中 我认为是一种奇妙而新颖的做法 我真的很喜欢这些产品 也很想买它们 软潮龙的性质就是渴望转变 我想每个人都想变得更加美好 最后请看天气预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节目到此结束 感谢您的收看 更多精彩的内容请登陆网站 vitivago.vn 或者下载手机APP vitivago 明天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